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劳吉法修法近期引发不少争议,虽然行政院方面强调修法是因去年的修正案不够有弹性,但由民进党侵律世代跨派系结盟组成的新创政治连线中,有成员认为去年底的版本对劳工比较有保障,也有人认为因修法降低工会组成的门槛,并加强劳减的都能在三维规的雇主也因比较日本, 才行事处罚,上报报道,新创政治连线由民进党内首次投入地方议员初选的清律世代组成,包括英系的张志豪,新北市中汉吴佩毅,台北市中郑万华,新潮流系的黄首达,台中市中西区,戴伟山,新北市板桥,赖炳峰,新竹市北区,林德宇,台中市雾峰大理,以及谢系立伪照天灵子弟兵林志宏, 高雄市凤山,张一里,高雄市三明区,一共八人,针对劳击法修法争议,这些清律世代参选人都表示修法有必要,第一线的确听到需求,但是否支持四大弹性的修法细节则不愿多谈表态, 不过,在修法过程上,有不止一名成员直言,执政党沟通不足,太从促,其中就包含民进党前青年部主任黄首达,他认为,相较于目前的修法版本,去年底的一粒一收版本对劳工比较有保障, 且当初民进党也对一粒一收花了很多心力辩护,因此,他比较倾向让刚上路的一粒一收多一点时间,而不是仓促修法,直言执政党在这次的修法上,应该有更好的选项。 黄首达也批评,民进党自取为最会沟通的政府,但这次修法明显缺乏与青年世代沟通的能力, 尽管基层产业有修法的需求,但年轻人的声音也不是无理取闹。 曾任民进党发言人的吴佩依则主张劳基法应行发话,针对再三违规的雇主,除了罚金也因比照日本才行事处罚, 他也主张因修法降低工会组成的门槛,并加强劳减的动能。 他也提到,企业需要弹性排班的需求是真实的,但整个青年世代的愤怒也是真实的。 他认同下一阶,断劳基法应全面翻修,世代差异是存在的,应该把不同需求都考量进去。 曾任民进党立委无私姚助理的戴卫山则说,对于法案最后采包国表决送出委员会,遭劳团批粗暴, 他也不乐见这样的状况,没想到会通过得那么迅速。 不过在基层扫街时,也确实听到对一例一休的抱怨,身为议员参选人,他能做的就是希望进入议会能要求中央建制更多老检员加强老检落实。